一个臭野种 还想贪图沐家财产 以为你是谁 一个仆人的儿子 如果你没有沐家血脉 你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你 你敢打我 你算什么东西 你敢因为一个野种打我 你妈还在沐家做活 你 你欺负我可以 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少爷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他打我 他是沐家的儿子 沐家未来的正统继承人 你敢打我儿子 我和你拼了 没想到与您这丫头还有这么容易 没让我白操心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他是正统继承人 你们该回去了 这是十六楼 你想干什么 杀人是犯法的 帮你们回去啊 抓紧我要走喽 我不想死 放心 你们会很安全 回去告诉穆太公 管好汉里 再来烦我 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是 少爷 我回去一定转达 他还是人吧 从十六楼跳下来 还跟没事人一样 是我没睡醒 还是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少爷 他们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毕竟那可是十六楼 没事了 顶多做几天噩梦 虽然可能会有心理阴影 但是估计以后 也不会再来烦咱们 再说了 穆家落到他们手里 不知道会糟蹋成什么样 你先回去吧 我晚上还有事情 师父 去黄龙路三十二号 好嘞 我修行数千年 见过无数阴谋诡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所谓的阴谋 只能沦为笑话 穆州给我这个地址 也不过是想借刀杀人罢了 白连教的人 没一个好东西 圣女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你就是这样办事的 穆家背后有公司撑腰 哪有那么容易 多给我点时间 给你时间 谁给我们正家时间 别以为你有张漂亮的脸蛋 谁都会给你面子 现在正家损失巨大 你想怎么补偿我们 用钱 还是用你 手摸着我的腿 感觉怎么样 给我住手 你小子活腻了 爸 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咱们正家 什么时候给一个女人面子 圣女对不起 这小子还不懂事 独有得罪 还请抱歉 听我说说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从小跟在你身边 你在我心里是父亲般的存在 可是教主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白连教流传数百年 圣女的唯一之责 就是取悦教主 你不知道吗 可是你为什么选中了我 为什么一定是我 你为什么要破坏 我所有的美好幻想 为什么 给我冷静点 不就一晚上而已吗 以后还会有更多 习惯就好了 为什么要选我 为什么一定是我 还不是因为你有张漂亮脸蛋 不然 我会让你跟在我身边 当年你父母临死前 可是拜托了我 要好好照顾你 我极少承诺 但是想来说到做到 各方面 我都会深入照顾好你的 抬头 你看我漂亮吗 你想拥有我吗 如果不回答 你会死哦 很 很漂亮 我对圣女 不敢有多余的想法 好恐怖的女人 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我控制不住地发抖 我这么诱人的女人 你都没有什么想法 看来郑少爷 有些看不起我呀 圣女 我愿出一夜让您消气 还请你放过我儿子 原来我在郑总心里 只值一个亿呀 郑总也太堪敌我了 那十个亿 希望圣女放我儿子一马 这还差不多 下次叫你儿子多长个心眼 别再干这些蠢事了 圣女 你出尔反尔 不是不杀他 我答应你了不杀他 但是从没答应你 不给他点教训 放心郑总 他不会死 不过嘛 这辈子的快乐 将会永远少一半了 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儿子 他这辈子 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 李思思这妖女还真挺狠 恐怕郑北这辈子 只能做个太监了